嘉义县大陵镇东邻里长陈建安昨天下午回家时遭一群不明人士欧打案 民雄警察分局整夜追查 今天上午通知四名共犯到案说明 涉案的24岁曾庆男子向警方表示 今年1月15日大陵地区大众烟庙会时 他与陈建安因戏故起口角冲突 怀恨在心 多方打听其住处 昨日下午在网咖邀集十人前往陈建安家理论 一言不合发声斗殴 曾庆表示除导案的黄姓李姓邓姓等男子 其余六人均是在嘉义市网咖劫市朋友 警方表示曾庆说法必重就轻疑点很多 正调阅相关资料深入查证 超杀人未遂罪嫌者 但陈建安则向警方说明此案应该和选举无关 不知对方为何暴力相向 陈建安是嘉义县大陵镇的里长联议会场 昨天下午分回到家时 遭到一群不明人士十个棒攻击 造成他大拇指骨折 头部挫伤 事件发生后 地方人士一度传出是否和选举有关 他想参选证明代表 也一度想选信议员 另传出这起事件可能和某位地方人士的恩怨有关 警方查获涉案人士持其蜘蛛棍 塑胶棍和电击棒等行凶工具 记者谢恩的摄影 分享